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赞成市场的就是右派 反对市场的就是左派 大家清楚吧 这就好理解了 是吧 赞成这很好理解 谁赞成市场的话 这就右派 就相信市场是万能的 市场解决一切 是吧 鼓吹资本主义市场 市场才能够带来社会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社会的公平 社会的正义 民主 都在市场可以解决了 公平和效率 都在市场中解决了 但左派 反对市场 他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社会主义是搞什么 社会主义是搞人民当家作主 是吧 国有化 国家所有 是吧 国家福利 国家掌握一切的资源 生产 是吧 大家这么理解 当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是吧 要不大家老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是左派什么右派 我就给大家这么一点 大家会发现知识分子都反对市场 是吧 你会发现这个很奇怪 在西方 知识分子都批判市场 在中国 知识分子都要赞成市场 那么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所以诺奇克有一本书 叫做《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读 他有一篇文章也是有这个同题的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展开 所以我要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代性这个概念 是90年代国际学界的概念 我们必然要在这样一个理论的平台上 去重新去理解我们的文学 理解我们的理论问题 我们才能够得到一种新的阐释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你如果不是在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上来讨论问题 你没法跟国际学术对话 比如说我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 你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 你还是要会从政治出发 是吧 你必然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种观点其实都包含着一种政治立场在里面 你说17年的文学 1949年以后的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 这是政治化的文学 文学完全是为政治服务 是团结人兵 教育人兵打击敌人的武器 它有什么价值 它没有文学价值 它只有社会认知的价值 那我们花了半年去学它干什么 是不是 那么另一点 这是一个什么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右派的观点 是吧 那是社会主义 那是极权专制 是吧 那是政治挂帅 那是政治压制文学的时代 清洗知人分子的时代 是吧 这极权政治 那还有什么文学科研 好 另一种观点 它是左派的观点 它认为所有是社会主义的就是好的 是吧 这文学为什么好 因为它是社会主义 那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这不用说 我们在过去 我们的观点 我们都是一个独断论的观点 是吧 这个独断论背后 我们有强大的政治上正确 来做一句 就是说这个 基本概念是不能够怀疑的 是吧 比如说上帝 你不能怀疑上帝 这宗教 上帝存在不存在 这不是你管的事 你的事就是说 你怎么向上帝认罪 是吧 你管的是这个 但是到了后现代 它就一切要重估价值 是吧 重估价 重新评价 我们要放在人类的经验中 可以放在世界的文化的经验中 去考察这个问题 对的 所以现代性的理论 本质上 根本上是一个后现代的观点 大家理解吗 现代性这个概念 它背后的学理的背景 是后现代的观念 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 我讲一点啊 其实在座的 你们都不知不觉 都成为后现代主义者 我就从你们的生活方式讲起 是吧 你们听MP3 这是高科技 是吧 你们看图像 是高科技 你们读文章 断章取义 这是后现代 是吧 你们再也不会完整的去理解 一个文本了 是吧 你们反对完整的理解 是吧 你们和同学交往 不再从政治上评价 他是不是好 这个好那个坏的 他是个完整的人 是吧 他只要给你打过一次菜 你觉得他就不错 是吧 他明天给你这个 跌过一次被子 你觉得这个是要不错 是吧 你可以从 把一个人变成碎片化 你不再会从一点 他呢 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忠于党 是不是忠于人民 你不是从这个角度去评价 对吧 我当然我这有点半开玩笑 我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世界和对人的理解 不再是整群性的 我们是碎片的 是破碎的 是随意的 是偶狼的 是吧 而且呢 你像我们过去有恃仇啊 过去的仇恨是漫长的 是阶级的仇恨 比如地主反怀用 他是地主阶级 我们对他仇恨 是一个阶级的另一个阶级的仇恨 那么你们现在的仇恨和恩惠 都是小恩小惠 是吧 仇恨也是小打小闹 是吧 第二天又好了 是吧 比如你们这个交男朋友 是吧 你们最多这个发现他 对你们这个不太关心 不太体贴 是吧 昨天有个短信 没有花 但是在过去呢 你突然就发现 他家庭是地主出身 这不太了 哇 这个他隐藏了 隐藏了阶级敌人的后代 这个就 要决裂 而且这是深仇大恨 他骗走了你的青春 骗走了你的性能 是不是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过去在现代性的意义上 和后现代的意义上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以为 后现代是一个什么神秘的观点 不是 它是非常 不知不觉的 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的经验 比如说你们现在会欣赏富龙姐姐 是吧 会喜欢这个 赵冰冰 那个什么冰冰呢 范冰冰 对 什么范冰冰 李冰冰 是吧 你们会喜欢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 明星 是吧 我们这个年代的喜欢的是王兴冰 是吧 王兴冰 你们不知道 所以他是代表着一种 现代性的 高大权的 完美的 完美的 是吧 那么你们现在喜欢这种刘德华 是吧 刘德华他居然隐瞒婚姻 隐瞒了二十年 是吧 但是你们还依然喜欢他 没有问题 喜欢 是吧 还喜欢许三多 是吧 那个从明宫变成这个演员的 可以是这样 你们是一个对世界的理解 再也不是整全性的了 再也不是永恒的 不再是在某种 立场和概念指导下的一种理解 是一种各种感觉的理解 其实这种经验已经是一种后现代的经验了 当然这事情说起的很复杂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说 后现代的是对现代性的一个反思 是吧 比如说你们现在大量接受的环保观念 你们都有环保观念 你们觉得地球只有一个地球 我们不能够造成环境的极度的破坏 不能够过度的发展 是吧 你们对这个都有看法 对大气的污染 这些都有看法 那么这些都是后现代的观念 其实后现代不是比现代更激进的观念 它某种里面说当然更激进 但另一方面它更保守 它是要回到古代 回到传统 然后是不要发展 落后 是吧 贫困 那么 这个 穿麻布衣服 是吧 出门走路 不行 然后 不去周末 不去冀州岛度假 是吧 不去上海的那个经贸大厦喝咖啡 而是去哪里的 而是去爬香山 是吧 而是去这个野营 是吧 去这样 去河北 河北的农民家里 是吧 做一些米粉团子吃 这就后现代 是吧 所以后现代生活很容易 在西方呢 有些叫做波波族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波波族也是好人 他们越收入五十万美元 但他们一定要把他们的 房子的装修成原始洞穴 是吧 厨房呢 就跟原始人住的要三洞 住的要三洞 那才时髦 那个有一次 严格林跟我聊天 他聊到有一次去参加聚会 跟这个谭文美 谭文美呢 要去参加一个非常 这个高档的一个聚会 都要穿这个衣服 服装 都要穿衣服 就讲 就时装 这个严格林呢 就在发愁 他那些时装的不够高档 那个玩礼服 是吧 都只有这个五千美金一件 他觉得这个穿不出去 这个要着不着 有没有更高档的 就他看见唐文美 有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呢 是什么 就所有的破碎布片 缝起来的 他就穿去了 他觉得怎么穿成这样 恩密堂大家知道吗 在美国最著名的 华语作家 不不 华语作家 他是用英语写作的 那个大家不知道 哈金知道 是吧 大家知道哈金就行 他比哈金还更有名一点 那个 然后呢 他说他那件衣服啊 他那件衣服是一万两千美金 他听了吓了一跳 他什么 他是印第安人 那手工缝制的 他们祖母穿过的破衣服的碎片 这个缝起来就一万两千美金 然后这个才时髦 这才时髦 这什么 这后现代 是吧 他一定要复古 一定要复古 要有传统 要有历史 是吧 要有反现代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我们谈的现代性这个观点 是我们从后现代的角度来反思现代性 就是说我们中国 1949年之后的历史 或者1942年之后的历史 我们走的是一条激进革命的道路 在激进革命的这样一个纲领底下 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经验 这种经验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是反思这样一个后现的 现代性的观点 不是说他天狼的就是正确的 天狼就是伟大的 那么恰恰是在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视野当中 我们会看到现代的 我说的现代的 是指这个20世纪以来的这样一种文学发展到了1942年之后 那么他是在建构一个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 这个经验在世界现代性的范围内 中国是他的独创 虽然说他深受前苏联的影响 但是中国依然有他的独创 这个独创就是和乡土中国的经验 和中国民族的这种文化 和中国当时现实的革命的需要 结合在一起 建立起了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经验 这个经验是一个中国的现代性的经验 大家现在理解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从现代性的意义上去阐释它 这样它的意义我才能够给予肯定性 我是要在肯定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 因为过去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肯定性这个问题 大家理解吧 别看有70多部 有一百多部 除了有几部非常非常好的 我敬仰的老师背的书 那么大部分的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我刚才说的 你要么是在左派的意义上说 非常好 社会主义文学 他就是为党和人民书写了伟大的作品 那么另一种就是说 这都是左的概念化 左的流毒 是吧 完全是极权政治的一种产物 他无法在一个更加宽广的 20世纪世界 现代发展的 现代历史发展的 这样一个结构当中去理解它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建立这样一种激进的文学 1942年之后 毛泽东要提出 要为共同兵服务 作家要改造誓言馆 是吧 文学作品要创造人民群众喜闻得见 是吧 要有赵树里那种文学 它才是中国文学的方向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 迄今为止没有解决 所以这就是我们 这一学期的课 我们试图去解决的 同时为什么 到了这个文化大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学会发展到这样一种阶段 会出现文化大革命八个样板系 是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然后全民如此之狂乐 然后到文革之后 为什么会出现三个文学 对文革进行极叠的那种批判 后来1985年会出现新朝文学 是吧 现代派 80年的后期会出现先锋派 那么这一期都和我们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种历史 它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它是截然相反的 它是被盗而持的 还是说 它有一种内在的一种隐秘 那么到了21世纪初 大家也看一看 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之高速发达 是吧 大家看一看北京 是吧 大家有的是在北京生活的 是吧 有的是从祖国的各地来到北京 是吧 它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世界的大都市了 上海 哇 你看看 这个深圳 广州 南京 苏州 你看看这些中国这些大城市 都可以跟西方的大城市比美了 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北京的蓝色港湾啊 去过没有 没去过 哎呀 要去去 好 你们去看看 那个地方 你就跟走到西方 西班牙 德国 这个 斯德格尔摩 你跟走到那里 差不多 吧 那么到上海 大家有没有去金帽大厦 77层喝喝咖啡啊 哎 大家去 这个 你就会发现中国已经完全 完全资本主义化了吗 飞演 我最后要加一个飞演 那么你会发现它非常发达 已经是经济 中国以及越局世界的第三位 其实跟德国已经伯仲之间了 说是第四位 实际上按人民币的可购买力 已经直追日本了 是吧 它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那么 但是你可以读一下 我们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 那叫做底层写作 是吧 那是有那儿 是吧 有很多苦难的书写 是吧 有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 是吧 然后 有方方的水随天趣 也连科的小说 是吧 受活 那么有这些东西 贾民娃的这个琴枪 莫言的生死疲劳 那么当然 尤其是我们称之为底层写作的这些作品 在21世纪初出现的时候 你发现中国乡土中国还是那么的悲哀 那么的悲惨 仿佛是生活在旧社会 是吧 那么马斯林血案 陈映松的马斯林血案 在座里面看过 是吧 阿里边的农民 他非常苦 每天挑一个担子 就挣20块钱 是吧 那么 里面书写了 乡土中国农民的苦难 那么你会发现 如果说读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 中国这个社会 还比解放前还差 是吧 跟多瘦的三五等 跟这个早春二月 跟这个未奴隶的母亲 那是差不多的 那处在差不多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文学会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的传统 跟我们的五六十年代 跟我们的左翼文学 它又构成一个什么关系 历史的发展 真的是那么艰难吗 那种千丝万缕的复杂的联系 所以这一切 我们都要在现代性的 这样一个框架中 我们才能讨论 我们在 才能给予中国这个文学传统 以一种完整性 即使在这种完整性当中 我们才能去 以后现代的视野去解构它 去反思它 所以大家没有关系 一开始觉得 现代性这么难理解 其实到现在为止 很多教授博导也没搞清楚 是吧 所以要大家一下都搞清楚 这也很困难 是吧 但是没有关系 但是这是你一定要接受的 你如果不在这么一个平台上 学术平台上来讨论问题 那么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现在真正要 攻克了学术的难题 你不会打开你的 这样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的 阐释的空间 是吧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上 去阐释 阐释 那是什么好看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